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在洗澡前先进行个手臂软伸哦 步骤一 背对浴缸 站着稍微离浴缸有些距离后 两手支撑于浴缸上 将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伸直背部的肌肉面向正前方 步骤二 一边慢慢吐气 一边蹲坐下来 步骤三 数到七之后 恢复原来的姿势 在浴缸之外 将这个动作重复十次 如果觉得身体负担有点重的话 可以进去浴缸里面泡着水坐 在浴缸里面则需坐二十次 注意 背部伸直的话 可以感受到腹肌与背肌正在用力 弯曲手肘的时候 两只手臂有紧紧的感觉才是正确的哦 手肘要恢复伸直状态时 要确实的用两只手掌心用力推 将身体撑起来 好的 那第一个呢 就教大家小腹紧实水疗操 那步骤一 坐在浴缸中 将两手撑于腰侧的浴盆底部 后背部打直 使臀部扶起并取得平衡 步骤二 两只脚紧并 一边吐气 一边将两脚打直伸出水面 使小腿慢慢上举 靠近自己 步骤三 数到七之后慢慢放下脚 恢复原来的姿势 重复20次 注意要点 我们要注意要搭配慢慢的吐气 尽量去延伸腿部 并注意背部不要弯曲 第二个要教大家的是 伸展脚掌的眉腿水疗操 那步骤一呢 坐在浴缸中单脚屈膝 让身体保持稳定并伸直背肌取得平衡 那步骤二呢 是将另一只脚抬起 用手紧紧的装住脚底后 一边吐气 一边将膝盖慢慢伸直 如果抓脚底伸直会觉得不舒服的话 可以改抓脚裸或小腿 那步骤三呢 数到七之后慢慢放下脚 恢复原来的姿势 重复20次 注意要点 让身体好好暖和起来的话 筋才可以拉得比平常还要开 在不会觉得勉强的程度里 伸展平时很难伸展到的膝盖内侧 可以给小腿肚造成刺激 消除水肿的症状 好的 那以上就是只要泡澡就瘦的水疗操 那相信每一个人学会之后 就可以拥有完美的S曲线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